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斟然第31章第16节 他想得田地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利 追踪葡萄园 到你晚年的时候 你已经是又不照顾到自己的身体 甚至已经离了婚 子女已经生了你 哦 OK了 现在我差不多只剩半条人命 就死了 我回教会 这么傻的 有没有搞错 你为什么不一早可以学习 回教会 学习拥有丰盛的生命 为什么你一定要等到整个生命租撻 到没得回头了 你才知道 入棺材后才回教会 你想想那些人 就是作战 是多得很重要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这么明白 为什么在这么多年当中 就是因为我拥有这种智慧 我看见身边的人 不听我说 你不听我说 真的是你的就座 你以为我现在告诉你 是平凡 你以为我告诉你 是普通 根本我现在教你一些很平凡的东西 将来你就会出雷拔水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名称 我做很平凡的东西 你会看到我现在说灾在 我不是打架劫射的 我不是突然在那些什么歌唱比赛中 冒出头来的那种 我不是 但我做了一些很平凡的东西 这些平凡的东西 就是一些小习惯 我继续做 在这么多年里面 大家都留意到 无论我做任何东西 我都会变成小习惯 就像现在灾在这种小习惯 是不是祝福世界上很多人 起码绝对是千上百人 就是这些小习惯 这些小习惯 你做它 refind它 做之前求问神 告诉你这些小习惯 会带你去到哪里 你就会发现 你在人类社会当中 做一些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小习惯 就会成为难以置信的祝福 就像现在我们说的第一momentum 我们过千首歌 是不是在18年前的一个小习惯 是不是 现在不是说我们18年前 做一些东西 就像King Kong也做不到 Superman也做不到 变形金刚也做不到 Iron Man也做不到 而不是我们做一些很普通的东西 但是现在会变成什么 你见不见到 这些出类伏势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选择这些小习惯 而这些小习惯 是积小乘多 我想你知道 在现在生活当中 不要好高无怨 去听一下教会教你 如何去做 有些人连我分享 告诉他 我回石岸 他也不回 那就真的有得去叮 连这些大祝福的 你也遭到他 我都经常说 那些人在地狱的时候 他自己一生最厉害自己 因为他到时才发现 原来人家提供一个 既简单又容易 又千万祝福 这一生的小习惯 教他 他总是不做 他觉得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样 你想想多可悲 很可悲 所以我用一个基本的例子 让你理解我自己 在这个小习惯当中 如何慢慢延伸下去 其实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相信都说过很多次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最擅长的 其实是听整个声音 对不对 其实在这么多年当中 其中我最有兴趣的去研究的小习惯 就是研究世界上 所谓听过神的声音的人 很多听神的声音的认识 有些真的是天使来跟他说 有些在梦里面跟他说 他醒了之后 说出来都一塌糊涂 但是想起又中的 有些人直成是在 噩梦里面去见到这些景象 然后又中的 有很多人在一生当中 不多不少 都会有一些现象 甚至是发了一些梦 到现实生活件事发生的时候 他才知道原去发梦 梦见自己来过这些地方 当然再厉害一些 有些职业专业的先知级 即是被世界供应的 不是那些神棍式的网上 帮你算命的 不是那些 又不是那些 本身我以前小时候 出身 常常都可以经历到鸭鱼街 见到很多这些 所谓算命 我很多时候会看这些书 其实他们怎么去知 他们知道的东西 所以我小时候已经很有兴趣 想知道一件事 究竟是人类怎么听神的声音 当然 当我相信了 我就发现 原来听神的声音 只是维持着某些小习惯 其实就能够成长 实际上 当我后期到今时今日 即我差不多到十年前 其实我已经可以说 听神的声音是很熟悉的了 换句话说 我看到有些所谓的先知 偶然神跟他说话的时候 偶然会说一两句世界大事 再说十几二十句 关于这些身边的人 一些趋吉避凶的东西 我说的是真正的先知 即是Bob Jones Paul King Green Bang Ham Kevin Kuhlman 这些 当然 基本上灵恩的牧师 差不多十个 就是绝对有一本 教你怎样听神的声音 怎样讨告神 怎样听神的声音 怎样尋找神 这些字眼 怎样进入神的同在 多到一定都是 但问题 其实在十几年前 我已经不像这些人 基本上他们 差不多可以说一两年才 听到一两句 关于世界大事 一些特别事件 见了一两个异象 但我直成一天都不止 我一见的东西 听的东西 是多于他们一年所接收的 都不止 事实上这句话 在我人生当中 去到我听神的声音 越熟悉的时候 其实人生当中 事无大小 我都会问神 其实我现在听神的声音 已经是去到对话方式 即是说 我会问神一些东西 然后神回答我一些东西 而不是说 一些东西好像被动 神告诉他 神告诉他什么 他就说出来 这么简单 不是的了 就已经是对话 所以这个就是为何神去说 无论是亚伯拉罕 或者摩西 神是对他面对面说话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 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当我去学习听神的声音 其实就已经演变到后期 我已经是一个 能够神将 世上多复杂的东西 他都能够告诉我 只要他想我说一篇信息 那篇信息 複杂到 根本 接近用人类言语都没有什么 说出来 我也有办法听得到 因为大家在主日也看到 有些复杂到 要用绘图 要用Vo 要用Video 再加上历史文物 然后再有很多这些证据 才能在主日讲到一个重点 但那些重点 大家现在心知肚明 尤其是我们去到2012信息 七年的信息 全部都绝对是来自神的 每一篇都 但你会看到很复杂性 那复杂性 不要说听 我说出来 用中文 很多人都未识 都未识听得明白 听第一次 我现在说的是 在我过去年轻的时候 听成的声音 是我最大的问号 但我养成一个小习惯 我是慢慢去糾正我自己 对这方面的误解 去糾正我自己 在这方面的懒惰 去糾正我在这方面做错的 小习惯 他慢慢学回来 到今时今日 你所见到的良逸华 可能我听到神的声音 能够和神对话 其实是来自我 很早年的时候 开始走的小习惯 但是我和你们的小习惯不同 深奥的小习惯 是要不断微调去的 真言第31章 第16节 他想得田地 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利 栽种葡萄园 神说话 永冷 如楼月星辰 上朝夜 陈夜里 涂山 人 神说话 忍 沟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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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深 伤人道 背叛我过夜深 愿你到最 试引我灵灯 导人 光通过路后 鸿蒙 还手的伴 终能着车 愿我再开行 愿今生年 没有不可能 恒神话愿 我见过沉温 爱心里 珍惜着大力 只有 全力冲破路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